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很辛苦他们 我觉得最辛苦的是等一下我们要call out的这一组 因为听说他们从台北到爱国浦的部落花了七个小时 而且他不是单一交通工具 可能从台北到台东 然后又再一路接驳接到部落里面 真的很远 想象自己是旅行就好了 我当然是在讲这种 因为不是我 看人家吃米粉我们在那儿化修 那我们今天呢 一样call out给我们这个 这一组到爱国浦部落去蹲点的同学 那因为有另外一个同学 他已经现在出国了嘛 所以我们就只要访问其中一位 就是我们台大电影系的蔡月琳同学 哈喽月琳 嗨大家好 月琳你们真的花了七个小时才到部落吗 嗯我们好像早上九点半的火车 然后真的到部落安之豪好像已经晚上五点了吧 嗯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来想要参加蹲点台湾这个活动啊 哦就是其实我是去年也有报名 可是我没有上 他去年是遗珠啦 所以他今年卷土重来 哦那今年为什么可以上呢 他用他的诚意 这一年学到很多啊 对对对 我先跟那个文婷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就其实我们每年因为在蹲点的争选过程当中 真的是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很严格 对我们从一百多组的同学当中 只能筛选出大概二十五组的同学去参加暑假的蹲点 那因为每年你知道我们看的孩子其实来来去去人数非常多 但是过程当中呢 我都会跟这些小朋友说就是 你今年如果因为真的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录取 没有关系你明年如果准备好你再来 我相信到时候那个缘分会更好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每年的这个复审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开始去想 就是有没有哪些面熟的孩子混在里面 那像月龄我们就印象很深刻 因为其实月龄也是个长相清秀的男孩啦 那你知道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引起姐姐们的注意 然后当然我觉得我觉得一年来的准备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他的成长 因为以往第一次来面试的孩子他可能过程当中因为不知道我们整个的流程是什么 可能说会滴滴嘟嘟啊会害羞啊不太能够很完整的表达自己 可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月龄今年来的他整个的成熟度是有加分的 然后当然他跟另外一位伙伴的配搭也是非常棒 让他们能够成功获选的一个原因 所以月龄当你知道说今年终于梦想成真可以来参加顿点台湾的时候 你昨天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在拍题目的大作业 然后我们在坐公车要回去 那时候我们上耶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太累了 所以我决定稍后才庆祝这样 所以还有庆祝一下就对了 有有 但是你真的就是参加顿点台湾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要去部落 你那时候有觉得说 蛤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吗 不会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打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往最远的地方去啊 所以选部落是有先想好的 OK 那你想象中的部落跟你实际在那边蹲点 你觉得差别最大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是原住民部落 但其实到那边 可以怎么讲 就是说 它比较像是 就一般的 就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平地的感觉就对了 对对 所以你觉得就是跟你想象中的 没什么样子这样 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不然本来你想象的是怎样 就想说可能在一起跳舞啊 之类的 所以你就觉得人家整天在疯年纪 也没有啦 也没有 那去那边没有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吗 应该说他们最近才 就是说他们 我们之前在部落里面有跟一个 那里的青年聊过 就是说 他们的文化好像有一个断层 但他们现在已经想办法在 重新对年轻人唤起这个文化意志 他们现在很努力 好像这个都是偏乡跟部落的一些问题 会有文化断层 那你们带了什么服务到山上去 我们就发挥电影系的收藏 想要教他们摄影跟纪录片 就是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他们自己在为爱国普拍一部小小纪录片 所以你带那边的小朋友 帮爱国普部落拍了一个纪录片 他们自己提议 就是说我们让他们自己选题材 然后在拍纪录片之前 先教他们怎么使用设备 然后怎么访谈这样 那你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因为你要教小朋友摄影嘛 那器材的部分呢 当然是我们全部运过去啊 从台北运过去 你们自己从台北运过去 然后换了很多种交通工具 扛到山上去 好那你们扛那一大袋的器材 你们总共带了多少去啊 哦 我好像带了数位相机 可能就有七八台吧 然后我们也有准备拍的给他们 大概拍的两台 就一些零零种种的 像收音设备啊 底片那些都要带过去 那是扛了几箱啊 因为还有自己的行李啊 好像汇整起来 大概三四个行李箱吧 就这样两个人扛过去这样 好感觉你们是男朋友的 较有较这样 那你们已经完成蹲点了嘛 回到都市心情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这怎么都市人那么多 然后大家怎么都走那么快 可是你才在那边十五天呢 但我觉得十五天 十五天已经可以养人一个习惯了 我们每天都在那边慢慢走 然后呼吸空气啊 看看树啊什么的 就是一回来 因为我们下车是就是台北车站 那个一时时间还没办法 习惯那个人来人往 就有进城了的感觉这样子 对啊 好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分享一下说 你去爱国普部落的时候啊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或者是你到现在还觉得很感动的回忆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大概是小朋友他们的学习能力吧 因为其实我们我们是有准备课程去 然后课程的前一天晚上我都跟荣作都会讨论明天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 可是我们又很担心说我们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太难 他们没有办法吸收 所以晚上常常都很头痛了 可是到真的现场教了才发现他们其实很容易就对机器上手 然后学得很快 然后都可以教出很好 很好的作品给我们 那你们后来要离开的时候啊 有什么欢送会 是说你们有没有再准备其他的礼物给小朋友们这样 先撇除那些零食以外的东西 我们准备的就是 就是我们有准备很多拍的影片 就是他们只要拍完 基本上就是送给他们当做情面这样 很棒耶 因为结合你们的服务嘛 然后又有一个很棒的回忆这样 但你们去那边生活起居呢 是老师照顾的吗 不 是另外一个我们就叫他三哥的先生 然后给我们一整栋房子住 三哥给你们一栋房子住 对 然后你们两个就自己住在那边 所以等于是去度假啦 小别墅这样 到山里面住别墅 那不错耶 我觉得中华电信基金会在蹲点台湾的活动真的很好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讲说 我们的社区伙伴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啦 因为像越林刚才提到 就是不管是我们爱国仆的伊亚斯牧师 或者是刚才提到的三哥 他们每年知道我们会有蹲点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他就会帮我们张罗好就是住宿的部分 那这些所谓的我们讲一般来讲的这个寄住家庭的这些 轰爸跟轰妈其实都会帮我们看头看尾 对啊只是说我们真的很少听到住独栋的啦 那你真的是赚到了 太棒了 交通呢交通的部分怎么办 我们自己有托运一台摩托车过去啦 那就还好 从台东骑过去也要一个小时 所以你们托运到台东然后再骑一个小时到爱国仆部落 我是负责骑车的另外一个同学他不会骑 所以他就坐火车过去 然后从爱国仆起到加油站好像也要快半个小时 18分钟到半个小时 我感觉听了我们这个月灵在形容的时候就知道说 那到底有多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平常死去的地方 我感觉你们真的要感谢基金会呢 让你们去那边住独栋小别墅 没有啦是要感谢三哥吧 谢谢三哥照顾我们 还有谢谢三哥这样 然后我是开玩笑的啦 其实你们去那边主要还是做服务 然后拍摄当地的一些记录嘛 那我相信也透过这个蹲点台湾的部分 你们自己也有一些学习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去 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去寻找爱国仆土地的故事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非常难能 就是难得的一个体验 就是从跟着他们一起到部落里面拍照 然后拍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部落里面各式各样的认识物 然后他们 他们只要就是只要问他们 他们到底在拍什么他们都会回口 就是这个会跟你说很多有趣的小故事这样 嗯 就是他会说他们为什么要拍啊 然后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故事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拍了她的妹妹 然后之后我们在会集大家要讨论 就是大家选出纪录片要拍什么的时候 她就提议要拍她妹妹大便在裤子上的故事 好纯真喔 对就是这个就是跟孩子们相处有趣的地方啊 嗯 那后来你们纪录片主题拍什么 我们自己的纪录片嘛 嗯对 嗯 其实我们从我们想拍的其实就是怎么 我们怎么带他们去发现他们自己土地的故事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上课就开始拍了 嗯 拍了拍了整整时间的课程这样 嗯嗯 然后就开门外出我们也会跟着去 去捕捉他们拍照的瞬间这样 哇很期待呢 我很期待你们的成品出炉这样 应该现在还在就是水深火热的剪接吧 今天谢谢月灵喔 谢谢月灵 谢谢 拜拜 拜拜 每年这个蹲点台湾啊 每次去偏向的时候都有很多故事 嗯 其实我们这届蹲点台湾特辑很受欢迎耶 对啊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蹲点前跟蹲点后 听到孩子们的分享 真的是会觉得他们有所转变 因为你知道我们每年除了就是 呃在行前的时候都会办很多课程来培养他们专业的技能之外 嗯 我们也会有一些 譬如说教他们怎么样进入到社区部落去做填调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比较像是纸上谈兵啊 可是说老师在那边听完供啊 我们不知道说学生在下面吸收到多少 嗯 可是啊像我们从七月开始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组的蹲点的同学来接受文婷的这个访问 过程当中就会发现 哎呦老师讲的 他都有听力去耶 嗯 都很认真耶 对啊像月灵刚才讲到就是说 其实十五天就可以养成一个生活习惯 我觉得的确是因为 他们进入到完全不同的地方 就是要跟着当地的步调慢慢的走 慢慢的过生活 嗯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对而且就是也把不同的服务跟视野带到我们偏乡 或是这些需要协助的社区 嗯 然后刚好因为有透过你们这个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平台 把两边的需要的这个资源 跟他们对口就把它接起来这样子 没错 对真的蛮好的 好那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 这个系列很受欢迎 所以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以后蹲点台湾就会做一整年 哈哈哈哈 不过我说声起来 我跟我们同事的边听边流泪 太开心了 是集合器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个真的是好事啦 那我们接下来呢 等一下下一段的访问呢 是访问到我们屏东永乐社区的玉山 是 那他也是我们蹲点的一个地区 对不对 对他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其实 证美情抽到底是去打扰他们几年了 但是基本上呢 每年去到永乐社区蹲点的孩子也会受到非常隆重的款待 嗯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回来访问玉山哦 欢迎来 数位喝醋 我是文婷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 有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家方 哈啰 大家好 还有因为我们刚才是好问到我们蹲点台湾的同学嘛 那我们一样啊 要访问我们被蹲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被蹲的地方呢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屏东永乐社区的曾玉山 玉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玉山 玉山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屏东永乐社区好不好 哦 屏东永乐社区哦 其实永乐呢 它是位在全台湾最少的乡镇林边乡 那我们永乐呢 其实已经做这个社区运造做20年了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社区的主要据点 是在一间百年的古厕 百年历史建筑里面 它叫做福祭古厕 其实它还蛮好找的 那社区现在最主要的话 我们除了就是经营文化 文化历史这部分以外呢 还有就是社区营造 环保生态 那另外呢 也逐渐去走往所谓的环境教育 这一块 当然还有更重要就是数位何处逼了 对 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到古厕里面去 当初哦 当初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还没去那儿啦 那当初是我们现在的理事 就是我们的村长 那时候他们刚成立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的时候 想说 社区没有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很不方便 你要到处寄来寄去 因缘计约之下就跟这个屋主搭上线了 那这个屋主说他有一个这么一块这么大的地方说可以提供给社区 那想想说啊不然好吧来去看看吧 那其实这件古厕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 把我们大家都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的破烂 他根本一点都不像历史建筑 就只是很单纯 就像一般那种迫弃很久那种三合约在旁边 那因为后来透过社区营造的方式 把他慢慢慢慢修复起来之后呢 现在就变成是社区最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据点 我感觉那个屋主很聪明 因为他就是想要活化这个古厕 对不对 然后呢也帮社区做一点事情 所以这样子合作其实就是双赢啦 对算是 因为这个古厕呢 屋主其实他很想要把它保留下 但是就是说 比较他没有那样子的时间金钱跟人力 那刚好因为那个时间点 刚好社区营造正在兴盛 他知道说永乐这个地方 有一直在做这一个区块 那想要所以呢 他才来找我们社区来看看说 大家有没有可能一个可以有个合作的机会 所以因此就这样子定终身了 对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好那永乐这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其他的特色吗 其实蛮多 我们并没有说什么所谓的观光景点啦 因为临近的大鹏湾其实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如果说你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呢 你可以体验到就是农村 农村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搞不好呢 如果幸运一点还可以在这个山河院里面 又住个一晚感受一下晚上那种 青蛙叫啊 类似那种晚上就是还可以躺在那个灰尼 灰尼那个地方看整片的星空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的话 因为这边老人家很多 所以老人家呢 其实他们都很热情 如果说你在那个联屋的盛产季节 你还可以来体验呢 就是可能像柴果 或者是说来那个吃好吃的黑珍珠联屋这个 这是主要在地产业的部分 那海产呢 海产喔 海产很多耶 林边的话 然后林边一定要吃就是 人家都说海山外啦 其实它叫做饭汤啦 饭汤 饭汤 就是海 就是很多的海鲜 有虾子啊 有那个丸纳什么那些 没有 合起来 然后跟饭 加汤这样子的一种饭汤 饭汤 这个如果你到那个林边来 你一定要来吃这个东西 去啊 青菜店坐下来就能够点了吗 当然你也是要找到 但大部分的店 我们那边的店家 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卖啦 都是有 一定会卖这一道 算是特产就对了 对 这算是在地特色啦 好 你看看 非常年轻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 因为很多青年 都没想到在草家发展 为什么你会是在你的家乡发展这样子 其实那个时间呢 以前我刚刚回去的时候 那个时间大家 其实那个并没有说现在流行所谓的返乡青年 那个时候呢 本人只是因为刚好呢 毕业了 还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想说 干脆先在附近先找找看好了 先找看看 有没有 刚好就是这个协会 他有一个工作机会 那时候是做文书处理 想说好吧 因为我本身就是资讯管理系的 电脑方面应该可以帮的上忙 然后所以就开始进去到这个里面开始做了啦 就一路做就做了 现在14年的时间了 你没想到要去到市发展吗 其实中度有啦 没想到要去看 换个就是工作的不一样的工作环境 可是后来就是 我其实曾经已经有就是应征到别的工作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在跟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村长 他就是我们讲说 在沟通一下 难得就是 在乡下其实年轻人 要留下来的机会没多啦 因为就像因为偏乡工作机会少 不是没有工作机会 只是大家对这样的工作 可能比较 觉得发展不大 那我想说 我从 打从出生那一刻啦 到我读完大 到我读完大学 其实我都没有离开过屏东 我想说 刚好有这个机会 那我就 试试看吧 做做看吧 看我能够 把我自己发挥到什么 样子的极限 我就如果可以做 就继续做 所以才一直就是 也算是一路跌跌撞撞 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啦 他这样 这么打拼 今天早上五六点 就为 永乐社区 穿到我们台北来 真的是很打拼的 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跟我们的中华电信基金会 是怎么结合的呢 他有说是因为 他们好像 九四还是九五那个时候 然后他们就 我们那时候就接到一个讯息 说他们要下来 礼物红 采国 要采练物 那真的是刚好有 你刚才说的是台记吗 应该算是啦 他要来 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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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好就 找到 找上我们 那个村长 就想说 帮他安排好了 然后呢 他们原本的行程 只是 要来 没有说 要到其他地方去 没想到呢 那个 董事长 那个时候呢 他就跟 我们村长呢 好像 相当 会很老子 一样呢 两个人 两位呢 就一路从那个 联务员 在母厂 然后一路用走的 一边走一边聊 就这样默默的走回到我们的古厂 然后呢 就在古厂里面 他们就是坐在我们 用那个 飘乐木做的摇影 然后开始在那边聊啊 这个地方不错呢 然后那个时候想说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也 其实蛮缺 那个时候蛮缺 所谓这个资讯的 3C这种东西的 然后呢 就因为这样子 把我们跟 数位会出品 连接上了 嗯 对 所以中华电信基金会就去你们那边 就是开始做一些数位设备 对不对 对对 那家方呢 那时候你在吗 那个时候 我应该在了吧 好像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第一次去拜访 林边的时候 我没有跟上 是后端因为 我没去那儿 开口啦 然后那个时候 才跟玉山 还有村长慢慢有机会可以认识 嗯 然后刚开始 那时候去的时候 其实觉得有点 怎么讲 蛮惊讶的 就是说因为通常我们 想象中的电脑教室 它应该就是在一个 方方正正的教室里面 对啊 然后就是很光明 然后就是桌子啊 什么椅子都有 嗯 可是去到那个古厕的时候 会完全打破我们原本 对于数位这件事情的 一个刻板印象 嗯 因为一来是这个古厕 就像刚才玉山讲的 它很有一种在地的风情 嗯 然后再来就是坐在里面的 这些大哥大姐跟小朋友 会让你觉得 啊 这个地方哦 有这些设备 可以让孩子们啊 长辈们有很好的学习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连结 这样 对 所以他看起来 是很质朴的吗 对啊 你知道古厕就是 好像要达了 不是啦 就是很有 我没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不会让你觉得 在里面学习 不会觉得很突兀 嗯 对啊 他其实就像我们 那个教科书里面看到的 那种什么几几古迹那样子 那就是说他里面 那就是历史建筑古迹就对了 对对对对 只是说他里面多了一个 电脑的数位设备 就在里面 那有什么趣味啊 对啊 所以听说这个 这个古厕里面的教室啊 是由七岁到七十七岁都会 他们去拖拖去学习的地方 对啊对啊 没错 因为我们想说这个空间 因为应该是说我们社区本来的 我们欢迎就是大家来的这个年龄层 其实范围本来就很广 我们并没有先天说啊 你可能是只能拿个年龄层来而已 所以基本上呢 其实可能打从他还在妈妈 他肚子里面的时候 他还是就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 那一种的 那我们在这边开这样的课程是 原因是在那个时候呢 并没有很多 所谓的这些数位设备 我们我们整个人啊 比如说要学电脑啊 我们都可以来找到桌子 要去桌子靠的话都会儿啊 比如说去屏东市啊 或者说高雄这一边 对他们而言其实是很遥远的事情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社区里面 设置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说 我们希望说可以让很多人 你可以开始去接触 跟所谓这个3C 科技这一类的 因为尤其很多老人家 他们对这种东西不懂 对这种东西 他是怕痒 看到这种东西 就是觉得说 我不可以去碰他之类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 所谓喝醋鼻的这个点 消弭一下大家对于这种科技的这种 就是那种害怕的心理啊 所以我们才会开始 就是在这个谷措里面 开始就是 从7岁到77岁都可以一起来上课的 这个数位的课程 你只想那个画面 有孩子 有试团 你们在给他们教这些 不管是电脑也好 平板也好 手机也好 那个画面其实是很差别的 因为你跟试团说的话 跟孩子说的话 那种疑言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不一样啊 像有一次 我们那时候有一次是和胖卡 那时候结合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着胖卡车来 算是数位的一些教学的巡回 然后有一战是到我们那边 他们带了一些那个 他们本身也带了一些设备来 然后那个时候那次的教科对象是老狼 因为你知道你跟老人家 你不可能讲太 就是我们一般人知道那种用 也不是说电脑啊 萤幕滑鼠那一些啊 你跟老人家他听 他绝对听不懂 所以那个感觉就很好玩 那个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跟阿嬷 跟阿嬷阿嬷说 你待会来看那个四方桂啊 四方桂就是那个萤幕 monitor 那你就会说 来把那个滑鼠拿起来 有没有 小朋友他听得懂 老人家说 把你的尿器拿起来 然后有一次是带了一个什么 触控萤幕来 然后有的人有的人没有 然后那个老师有点忘了说 那个你带你的手有没有 拿那个尿器有没有 给他点一下 还是说对那个四方桂这样点一下 有个阿嬷很好玩 他拿到的不是那个 不是触控的 他就拿他手指头 然后开始在那个萤幕上 在那边点 一直戳这样 然后点完之后老师说 没有啦 你那个电脑不是 不是可以用这样摸的啦 阿嬷自己笑到就是一直 脸都脏红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对啊对啊 其实 如果说要来这款新的数位工具都是很难得的 那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耐心去教他们 你也是很有心啦 但是这个老师的部分应该是不好找吧 的确不好找 初期的时候我们是就是请基金会这边来帮我们寻找就是可以来教课的这些老师 那到后来呢我们就请那个算是我们这边第一届的蹲点的学生 算是学姐 然后他就请他回来教这个课程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进阶道用手机 因为手机 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进步到时候他们也可以带手机带平板出门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科技的东西从原本做上行的电脑 然后变成是他可以活用在他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开这样子手机的课程 让他们去可以来这个地方上课 对 做长辈图啦 是说自拍啦 跟远方的家人沟通这样子 对对对 对我觉得科技本来就是要运用在生活当中 不然你学习的东西要做什么 是呀是呀 学习的不然用也是忘记了 好 我们蹲点台湾到我们的永乐社区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是说这些小孩到永乐社区去蹲点 对于我们的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社区喔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第一次刚接待蹲点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晓得怎么样去接待他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要来拍片的 可是我也很怕他们拍片的行为 可能会影响到说说 整个里面大家 因为有时候大家你知道 就是有时候像下人看到镜头 他会比较排斥 对 会排斥 可是后来呢我们在有一次的机会 大概是办了大概差不多四届吧 然后我们我们就有一次在那个高厦里面 我们办了一个蹲点蚊子电影展 我们把这世界的学生他的作品 我们就在这个古厕里面的简报室 播放给村民 大家一起看来看看说 究竟这些学生来到这个社区之后 他们究竟到底在干什么 那很多人呢开始才慢慢来了解到说 蹲点的学生来到家 他竟然不是今天来拍片的 不是说拍一拍而已 我们要放在网络上 他其实多多少少对这边在地有一些影响 等于是说有点广告的一些影响 让很多人可以透过他们的影片 去认识这边 永乐这边或者是里面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人文风情 而我们自己本身也透过他们影片 去慢慢再去检视说 我们可以未来走什么样子的方向 因为每一届的学生都不一样 以前有电影系的传播系的 到现在还有一些什么社工 还有像我们今年来个医学系的 我们也都是透过他们的影片 去了解到说我们究竟 可能我们自己觉得说 可能目前为止发展的应该算可以 可是透过他们影片 因为他们帮我们发现到了一些点 那我们可以从中的再去说 多做一些的改变的部分 或者说看有没有增加什么资源进来 所以我觉得蹲点来到这个社区里面 我觉得它影响其实还蛮广的 有一方面是促进在地上期 那另外一方面是让这边整个人 有这个机会 他可以透过他们的记录 或者说因为这些学生来 然后让他们多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样子 因为有些老人家不见得说 他可能一辈子要出远门的机会 其实没多人 有因为他这样的学生来 他可以多多少去了解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 因为可能他有孙子 他可以多了解去跟年轻人这方面 我现在阿嬷 每年都好爱这些学生来 因为他们家里面 那些孙子 大部分都是读书之后 都到外地求学 或者是说有时候 自己的孩子 可能只是把他的孩子 就是放在家里给阿公阿嬷带 然后可能你比较 就是第二代就是出去 老人家其实要跟年轻人 有交集的机会其实不多 我们因为这个蹲点的关系 让学生带来就是一个年轻的气息 回到这个社区里面 所以老人家有时候看到 从以前看到他的时候会躲 到现在来知道 看到他们 我们跟他们讲说 他们要在干嘛之后 看到他们拿摄影机 他会自动跟他摆页什么这些的 对他们就会变成 很自然而然 他们去接受他们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了 当然要摆页啊 没到时尽 那个文字电影馆 如果放出来时尽 万倍如果没漂亮 对不对 是呀是呀 不过就是 蹲点的孩子去到了 我们永乐这边 其实可以帮你们去看到 各个不同的角度 就是不同的人 去看永乐社区的角度 也给你们一些 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 对不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聊聊 这一届去蹲点的孩子 欢迎来数位喝醋瓶 我是文婷 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 由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家芳 哈喽大家好 还有我们屏东永乐社区的玉山 哈喽大家好 家芳 我们这次安排到 我们永乐社区这边来的蹲点同学 当初为什么会安排 两位医学系的同学 其实我们每年 在梅河那个蹲点同学 到社区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伤透脑筋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同学 他们会对于就是花东 或者是屏东的部落 原乡部落 他们会有一种莫名的 憧憬跟期待 幻想 对所以其实呢 往年比较抢手的 大概都是部落的这一挂 大家会非常喜欢 把它填在志愿序的前几名 那这是一类 那另外一类呢 就是每年去到这些社区的时候呢 就是会接受到这个 如同皇帝般的 宠爱的这些据点 譬如说像永乐 然后 所以像我们在 每年在排这些蹲点的 同学跟社区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他的志愿序 可能是其中一个考量 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孩子既然填了这个 他一定是对这个社区 或者是部落有某种的期待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会看他提出 他们自己本身的专业 跟社区提出的服务需求 是不是有吻合 那因为我们蹲点 台湾的一个slogan 就是一手服务一手记录 所以我们会希望同学们 可以把他的服务方案 完整地带到社区 所以在媒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想说 同学们的专业在这里 是不是有符合社区的期待 那今年呢 丽云跟郁真之所以 会配到永乐社区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会看 就是说这个孩子 他们的整个的个性 跟他们在复省过程当中的 那个感觉 因为你知道有些社区 他们会 你知道就是有一种 Key比相投的感觉 那我们那时候是觉得说 两个女孩到永乐社区 应该会很得 这个大哥大姐的疼爱 对然后另外就是因为 郁真他自己本身 有音乐的专业 那因为我们早年 其实在跟永乐社区 合作的时候 我们有一年是带了那个乐团 到我们的古厂去做表演 所以就想说 至少他有个音乐 可以去做连结 那孩子们进入到社区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破冰的方式 对 所以玉珊刚刚一直在点头 特别是听着说 如果是这些女孩去那里 都会有这个阿公阿嬷的疼爱 这样子 你也可以形容一下吗 真实的状况是怎样 真实的状况嘛 就是那种 你像我们之前的蹲点学生来啊 然后因为他们有时候在拍影片 甚至是说他们就要蹲点结束的时候啊 他们一定都会去拜访几位老人家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跟他们有所接触的 然后那些老人家都会跟他们说 你有时间要待会看完呢 因为有几次我有就是 偷偷的去跟了一下 去偷偷跟拍这样子 然后看到他们跟社区的这些 死大人 他们的一些接触之后 才发现说 那个蹲点的学生 其实他们来 可能一开始 这个地方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可是到后来呢 他会觉得说 应该是真的啦 他们说他们很庆幸说 是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感受到就 有些人说觉得是回到家 对 好像在自己的家园 有的人是觉得说 我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错啊 来这边蹲点 其实也是蛮棒的 我也带了满满很多的回忆回去啊 听说这些蹲点同学去永乐蹲点 一定会堵到三项事情 这三项事情呢 分别是偷拍 严肃机 古厕我们刚才有说了嘛 什么是偷拍跟严肃机呢 偷拍吗 偷拍这件事情 不是装针孔 偷拍那个工具 就是我本人啊 对 因为 比如特殊的 4号的 也不是 也不是 因为呢 我想说 既然学生 也因为这个工作 接触到这个蹲点 那他们难得到这边来 我很难得遇到年轻人 有没有 当然要好好也帮他们 做个测拍记录嘛 对不对 也不能说都是只有他们 在写他们自己的日志 所以我也会想要说 去帮他们记录说 从他们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他们整个心境上 或者是说身材上面的一些变化 这样子啊 这个我要讲一下 我觉得每年我们去 派同学到那个 永乐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最期待的 就是玉山po 那个他偷拍同学 的那一个画面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 我们的hold to be 可爱就是在这边 就是说我们每年 这样子去打扰他们啊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 他反而是会觉得 他是一个让他 乐在其中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玉山 我觉得他很高纲 因为你知道七八月 那个屏東热的 就是很炎热 然后呢 他就会全身包的 就是包的密密麻麻 然后就是拿着一个相机 在那里偷拍孩子们 从出了那个临边火车站 然后一路找找找 找到骨错 他会把这一段路程 都把它拍下来 那刚开始我们会想说 玉山真的是做没了 做这事 真的是白了 这样 可是后来发现 就像他讲的 他是一个 我们在蹲点过程当中 就是连我们主办单位跟同学 他都会觉得说 原来他一下到这个定点的时候 就被偷拍 对 就是这样子被关注 所以我们这每年都好期待 他拍什么画面 回来给我们 所以每年 就是这些孩子们到永乐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个很显眼 然后好像在偷拍 他们的奇怪的姐姐 一个大姐就在后面一直 很可爱 其实我伪装的还算蛮成功的 就像一般的妇人一样 所以他们看不出来 就是一副要去种田的感觉 差不多 因为要包紧紧 才不会被塞伤这样 那可是 我觉得这样子的偷拍 不是偷拍 就是帮他们做记录 很感谢 有够好 因为小孩 他自己在做事的时候 他在服务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时间帮自己拍 那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这一段历程里面 发生了哪些细节的事情 可是你可以帮他们记录 对 这是另外一种纪录片 我觉得 好 那贤淑姬是怎样 贤淑姬是因为 我们那边有一对夫妻 他们潮性潮 潮氏夫妻 在我们前几年的学生 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由他们 接待他们住所的地方 那他们其实 因为他们 自己的孩子 都去外地工作 求学 所以孩子很少回来家里 可能舅舅才回来 所以 后来那个 蹲点学生来的时候 我们就麻烦他们 帮我们 提供孩子住宿的地点 哄爸哄妈就对了 对对 对是那样子 只是没有住在一起而已 他们 因为呢 其实蛮爱孩子的 所以呢 他们很怕他们恶到 所以呢 有时候呢 三餐呢 还要外加一个宵夜 这个宵夜就是咸酥鸡 因为他们 像他们有时候 那个晚餐的时候啊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明天中午要吃嘛 今天就先跟你约好 那个时间点 一定要出现就对了 到他们店 你要出现 要吃什么混蛋啊 也不是骂人那种 但是那个 用鸡蛋炒出来 那个 他们简称叫混蛋啊 那晚餐 那个 晚餐之后 还要非常保餐一顿 有没有 到了晚上呢 那个已经快要睡之起来 还来一顿宵夜 这个鸡 这个咸酥鸡在我们 林边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摊 还蛮有名 好吃 因为我也吃过啦 我也托他们 吃过好几次 但是后来我就不敢了 因为会胖 但是 他们来呢 一定要来试过这个东西 不然就不叫 就 就不叫做是 拿兵有论的人 已经每个学生来 都一定体验过这一个 他其实算是 等于是说 这边的人对这些外地来的孩子们 一种 好客把他们当家人 照顾 对对对 照顾他们啦 因为希望 因为我们其实蛮怕说 如果学生奶 那个可能胖胖的奶 然后如果瘦瘦回去 我们就对基金会不好交代 之类的 所以就要养得更胖一点 这样我们也会怀疑 孩子们到底去 有没有干活啊 每个都严滚滚的回来 有啊 每天都会上传记录嘛 对不对 所以都会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那今年蹲点的同学 因为是医学系的嘛 那去到那边 是因为有一些医疗服务吗 还是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服务 应该说我们社区 在去年7月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关怀据点 因为现在台湾在推 所谓的长照2.0嘛 那社区的话呢 是以先关怀据点这个 为做一个起始 那今年他们 其实他们刚来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说 他们医学系可以做什么 我想说 他们应该可以跟据点连接 那不然的话 我就安排一堂课 让你们两个去带 让他们这两个下心去刷 说你看看 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老人家 那你们又是医学系的 那看看你们可以带什么样子 比如说是可能医学的尝试 或是一些宣导 或者是说一些可能 不是有一些做些什么 医疗音乐的 这一块区块 那看看你们两个 有没有办法可以来做这个东西 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让他们来做这个 然后后来呢 他们两个呢 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把他们自己 目标是当成之前的学长节 他们想说要跟他们一样 拍出一部可能是很好笑 或者是说很有深度的纪录片 可是呢 在某一天晚上 大概已经蹲点一个礼拜了吧 然后两个人卡关了 因为他们实在 因为不是那个科系 然后加上没有所谓的一些 就是剪辑 然后还有就是顺片 就是影片你要剪的顺嘛 你要有故事性这个 他们两个就卡关卡在那个地方 想了很久 跟我找了 其实找我谈了 我谈了至少两个小时吧 谈了很久 我想说 嗯 你们两个 看到底是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然后两个讲出来 后来呢 就是深谈了之后 其实深谈当下我并没有讲到重点 是回去之后 我再想说 哎呀你们两个是医学系嘛 那你们何不就是用你们 在学医学这个角度 去看看说 这个社区里面 它到底究竟在医学 或者是说大家平常的一些 比如说是医疗的资源或什么 是不是它究竟有缺少了什么 而是我们不知道的 你们何不从这个观点去做一个发想 当成是你们纪录片的一个发想点 后来两个人才慢慢 哎好像说有听说有开窍了 他开始就是开始去做这个部分 所以从我一开始 因为听说今年是说 并没有说一定是要纪录片 你也可以用文字记录的方式 但是两人好像对自己的要求 好像还蛮高的 所以一开始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之下 反而派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才慢慢说 你们其实可以用你们医学的那个方式 去想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到后来 他们在带这个关怀据点的时候 也蛮好玩的 那个阿公阿嬷 听说两个台湾来的 台湾又说很冷 那个过程当中很搞笑 因为就是两个台语不顺 然后就搞很多笑话 阿嬷都说 你说国家我听不懂 要说台语这样 所以那天带关怀据点的时候 两个其实有点 那个挫到不行的那一种的 后来也是慢慢的开始 他们也试着去从社区的角度 去帮忙看说 这个社区到底在医疗的资源 是不是有缺乏了什么东西 慢慢这样来 其实我也蛮期待 他们这一次 会从中到底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其实我感觉 这些敦点台湾的同学 我们要去偏向进行 都会他们的收听 我们的保护联报 你能借由听节目的时候 学一些台语 我们去那边跟试大 也比较好沟通这样子 那这次的两个同学是 邱丽云跟陈玉珍 他们有不一样的特色 对吧 这个玉珍听说会像挖二胡 对 挖二胡在那边 听说造成了轰动 是 这个 说真的 一开始没有跟他 所以很了解他 直到那天关怀据点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他这么的 他二胡拉得这么顺 因为我们曾经 我以前也有老师来开过二胡的课 可是那个课程一结束之后 有没有 很多人买了二胡回去 然后可能就冰在家里 他那一次来呢 就拉那个二胡 然后用 他是用拆歌的方式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刀歌 比如说那个 夜来香好了 他在现场用二胡 拉那个夜来香的歌曲 然后让阿公阿嬷猜那个歌名 啊猜对了 他就可以一起唱这样子 然后结果那一天呢 因为刚好我们有社区 其他的长辈没有参加据点的长辈 听到哎呦 怎么这次来的学生这么的不一样 那个拉二胡好好听 当天就跟他约说 哎那个 有没有空 就是那个我们找几个 有没有 我们喜欢音乐 啊你就在这边 做个演奏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 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他真的是 你给他点歌 只要他会了 他一定都演奏得出来 然后甚至呢 就因为这样子呢 大家利用他会拉二胡的这个呢 帮他来做了一个庆生会 好感动哦 头第一次 头第一次有学生在我们那个 设论点的期间 就是办这个生日会 那那一天晚上呢 我们也 把他当成是他的一个 个人的二胡的演奏会 我们找了好多 就是至少超过 15位的那个 我们相亲好朋友 就是他包含我们村长 还有他在蹲点期间 遇到的这些人 那我们就在现场呢 请他晚上 那天的晚上 请他在那边现场 演奏二胡 然后大家点歌 然后就在这一天晚上呢 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surprise 说生日快乐这个人 然后他自己 后来也在 那个日志里面提到说 他 好难得 他觉得好难得 就是他也很感动 因为他的生日是在暑假 暑假期间 毕竟大家可能 有各自的活动 没时间 聚在一起 帮他做庆生 他说 我第一次在暑假 去逛 做个生日宴 而且还是一群人 我才刚认识不到十天的 这个相亲好朋友 大家一起帮我过生日 算是用音乐 因为这个音乐 然后呢 让大家彼此也串联起来 我想说 这个应该对他而言 是一个蛮难得的 蹲点经验 对 所以这些大学生们 到社区来 那他们也有 自己不同的收获 就不是说 除了那个 刚刚上一段节目 讲到的 我们每个社区 都会有自己的 一个收获 这些去蹲点的大学生 他们同样也会得到 不同的 他们意料之外的 一些美好回忆 今天非常谢谢玉珊 OK 谢谢大家 也谢谢家方 谢谢 下礼拜见 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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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